民众的发言人吴怡轩一线声北剑 立刻被现场媒体团团包围 而原本要按铃声高的黄珊珊 却不见人影 原来是因为资料准备复及 民众的临时决定延后提告 今天早上呢 调查局的人员直接到台湖来进行搜索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配合 检方的调查跟搜索中 那因此今天在这个提告部分 都还在整理资料当中 现在是要跟各位抱歉 我们要延后提告 不过初封查上的会议记录也曝光 九号端木正坦诚调节2000万 但强调一切合法 让陈志涵质疑 早就知道支出有问题 怎么还会调节 让端木正回应 不然无法结案 让黄珊珊暴怒直呼 没有开发票 怎么可以核销 难道这是会计师应该做的吗 我们不会否认说 我们的确在内控机制上面出了问题 为跟竞选总部做沟通 就擅自调整这些差额 所以这部分呢 是造成我们这边的这个轻易受损 不过民众党临时喊咖 最后签名的柯文哲 恐怕也要负起申报不实的责任 而笔检传出下午就要约谈端木正 同步也搜索民众党的台湖大楼 跟会计师办公室 同样在笔检 自称木可公司前总经理的叶志光 也跟民众党工林昭映起冲突 诈骗集团这四个字 你要不要收下来 如果没收下 你认识我们吗 等一下 你有在台湖看过我们吗 我才想问你 我才想问你 我在台湖看过我 叶志光认为不但被欠款 还被木可和林昭映抹黑 反而提高诽谤 但木可强调叶志光 根本从未在公司任职 现在变成前木可总专案经理 你到底是谁啊 拿木可的衣服 拿木可的手表 你不是诈骗集团是什么 你头部的多少东西 你说欠一千三百万的货款 拿出证据来嘛 说我们是诈骗集团 我绝对不服啊 所以我愿意接受一切的策谎 当事人 我们的指控方 包含着这些合作厂商 能够给我一个公道 案外案如火烧连环传 柯文哲就算能够顺利脱身 也很难撕下 世人不明的标签 欢迎新闻 宋君陈晏凯 叶昀娜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